拿下好这个按钮 你就能获得一个 但是 你的好朋友 就会参加一个游戏 慢点慢点 按一下就行 辣条那么喜欢玩游戏 我还能获得一个亿 一举两得呀 大不了等辣条回来 再分他一半呗 不过 你确定你的朋友 他能回来吗 他将会待到一个末日时间 那里有非常多的马桶人 啊 学习马桶呀 哈哈 辣条 走好呀 放心吧 我会给你办一个 风风光光的葬礼的 放心吧 他也不是完全不能 他每天都会获得一种物资 第二天物资就会提醒 并且随机刷新新的物资 哎呀 这对辣条来说 根本不是事 什么马桶人 这天是兼困人来了 辣条也是 手拿把架 辣条开局 被困在大楼18层 并且外面的马桶人大军 随时都会进攻大楼 18层 多么不吉利的数字呀 你还等什么 赶紧给辣条安排物资呀 今天的物资是作业 啊 作业 出本了 对的没错 源源不断的作业 不是 这作业 辣条怎么躲避马桶人呀 放心吧 辣条并没放弃 他嘎嘎召唤 拿出了一千斤的作业 把作业全部丢在走廊上 等马桶人过来了 辣条一把火 把作业点燃 马桶人就直接葬送在火海上 我去 不愧是辣条 我就知道你能写 接着辣条赶紧来到了十九 他召唤了成敦的作业 把走廊都填满了 阻挡马桶人的进攻 不会是狗王之王呀 就这样 辣条直接狗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物资是矿泉水 矿泉水 有什么用啊 哎呀辣条 我还是给你办风风光光的葬礼吧 不是你就这么着急 送他走啊 不是 这矿泉水有什么用啊 辣条丝毫没有停下 召唤了成敦的矿泉水 把所有的瓶盖都打开 把水倒出来 没有多久 走廊里全都是水 而辣条却儿利用水瓶做了水 漂浮在了水面上 哇 没想到 辣条还真是个天才呀 由于马桶人不会游泳 全都淹死在水里了 不愧是辣条 我就相信 你一定能停过去的 因为窗户其他的地方有缝 水会流出去 辣条也没闲着 在船上不停地倒水 这样他坚持到了第三天 马桶人全都上了大楼 正在朝着辣条跑去 你还等什么呀 赶紧给物资呀 第三天的物资香水 源源不断地香水 香水 要香水有什么用啊 辣条啊 我还是给你办个 风风光光的葬礼吧 你先别急 辣条察觉到了香水里 有酒精的成分 用火点燃 就会产生爆炸 我就说辣条绝对能想到办法的 这肯定能将马桶人炸飞 于是辣条带着所有的香水 来到了二十层 他把香水全部丢在了狗廊里面 正准备点火的时候发现 他的打火机不见了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哎 辣条 我还是赶紧给你办葬礼吧 放心吧 你的葬礼办不了 虽然没有爆炸 但是马桶人请客间全部到了 不是没有爆炸吗 怎么都嘎了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因为香水有毒 你这是什么烂梗 烂得不像话 辣条在房间里发现了食物和水 他打算在这里协会 撑到第四天 第四天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牙签 什么牙签 真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让辣条送死吧 辣条 我还是跟你去办葬礼吧 但是辣条好像有办法 有办法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用牙签怎么生存下去吗